今天很謝謝大家這麼踴躍來到好伴這個空間 然後來參加職務的活動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我要先跟大家介紹 因為其實有一半的朋友也是第一次來 那哲學星期五這個活動大概四年前從台北就開始發起的活動 那我們其實在四年前在台北發起的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多朋友 大概現場不到十個人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相信說所有的議題裡面它背後都有一些公共性存在 這些公共性應該要拿出來討論 而不是說我們像在看這個電視的那種call-in政論節目一樣 因為看不到人的臉所以可以幫他罵一頭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個面對面的直接的公共論壇的平台裡面 我們可以把一些問題好好的拿出來彼此的溝通討論 即使你我可能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或是我們彼此有一些差異的時候 那也沒有關係 可是透過一些公開的討論的時候 可以促進讓彼此的意見 取得一些更多的共識 這個就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這個就是哲武其實為了 就是促進這個公共場域的這個公民社會的一些討論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活動 那其實台中在今年1月開始我們也有這樣的活動 就從今年2014年1月開始 然後固定在好辦這個場所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的晚上7點到9點就會 也是針對不同的議題 然後來討論它背後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那其實隨便進去我們彼此呢 其實都是靠志工來組成的一個團隊團體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就是 大家每個人都無償投入在這裡 那也很感謝好辦提供我們這樣一個好的場地 讓我們每個禮拜五可以來 晚上來這邊使用 所以重要的來了啦 這個我們這邊有一個易柱箱 就是其實它大家 其實透過大家小額的一個捐款 如果你有一些小額的零錢 什麼都可以投到這邊 那如果有大張的紙鈔我也不拒絕啦 那所以其實我們哲武就是靠著這樣 彼此的志工的團隊活動 然後大家透過這個小型的一個彼此互助的模式 然後來撐起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公民社會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們其實台灣在這個角落裡面 有不同的人在為他們的議題而努力 那我們同樣的透過哲武的志工 那大家希望說可以把這些議題推廣出去 然後讓更多人看見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議題這樣 這個大概就是哲武的一些由來 那我們其實哲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傳統特色 也就是說所有來參加哲武的人 你都必須要自我介紹 你要稍微介紹一下你是誰來自哪裡啊 然後你今天為什麼想要來參加這場活動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談一談說 那你跟同事這個議題有什麼關係呢 那你跟同事這個議題有什麼關係呢 有人可以現場就是 很柔軟 他其實才高中剛畢業而已 他也是我們哲武的志工 然後他今天要跟我一起開場的主持 所以你要先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的 大家好 我是賴文森 你是誰的志工 哪裡畢業啊 然後現在準備要幹嘛 對你的議題有什麼關係 我今年從台中畢業 然後要先 要就讀北大法律 然後就是 我有就是國中的時候有同學 國中跟高中都有同學是 同性點 然後就是 所以就是 然後才會給我看一些書 所以就也會知道 也知道那個基地的地方 然後所以 然後今天就有機會 就可以一起過來看那個議題 好 這個就是基本的自我介紹 他介紹有點太長 超過十年中 好 不合格 那我們從哪邊開始來介紹呢 好 我們這次嘗試從外面開始來介紹出來 來來來來 你來 你撈不去 你來 好 來 大家好 我這麼大聲 我是賈優羅 我是哲武的志工 那 我是覺得說那個 就是 其實原本性子溝通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那其實 就是說 我覺得LGBT 它遇上了有一些更多的 社會的 奇怪的 保守的 反動的那一種 潛規則也好 所以 它必須付出更多的溝通成本 然後我覺得說 我還是給你 我還是給你 唉唷 不要這樣嘛 好不好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那個廁所在裡面 我本來是想要 默默的過去上廁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信優 我也是哲武志工 然後 歡迎大家來參加哲武 謝謝 我今天想說 我 大家好 我是 鐵老闆拜五的 人家的志工 我叫他兩家師 我們 實在說 我們鐵老闆拜五 我們這個社會 去年四百歲 那是誰 有人 有人聽不懂 有人聽不懂 我叫台記 因為我 我這家裡面 尤其是 我在說的時候 我會向台記說 當然 北京我也會說 就是 我覺得台記 對那邊說 我想要 我自己來說 有 有 鄉親書 要向台記 向台記 我跟他問 我接觸剛才 還沒說完 我今年 四十八歲 我們這個 這次 我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被壓 他們去 大家 打贏 我還記得 所以我也 我這家 很 懷疑 有很多年輕人 你們有家 來 我們這裡做四十八歲 我說這 真的好 環境 你看有的人 要去世 有的人 沒有 有的人 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他們很多都來這裡學習 這是一個 很好的帶來 希望 今天有來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我們 我們 把我們 楊聰明 還獲得 好 OK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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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阿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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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職工 等一下阿鴻 阿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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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來看另外一個面相 謝謝大家 阿鴻 我叫阿鴻 是GD的朋友 然後 我先因為在 本實驗上面 他有這個訊息 過來 大家好 我叫小鴻 我也是GD的朋友 我今天會來是 因為近年來 我媽一直在路上跟我說 欸他覺得那個男生長得不錯 或覺得他 或者是說 他覺得那個男生長得很好看 可是我一看過去 我就會覺得我給他想 所以我會說 我在想說 這是我媽新的阿B 我出過的意思 所以想說 來都了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 寬廷 然後 大家好我是寬廷 然後 我也很想知道 從今天 他爸媽 怎麼辦 所以我來的時候 是寬廷 大膠 我叫銀廷 然後我來自園林 然後因為很久沒看信權了 所以 不要反餐 所以有粉絲就可以了 所以有粉絲就可以了 所以有粉絲 聽我媽知道我是 從今天之後 他會心臟病發 或腫瘋 或怎樣怎樣 所以 我得 來 來 關心一下我媽的感想 所以我是 然後我剛好的時候 我一直是第四次來的 就是上禮拜 聽到這個 你說很難有感覺 因為我 也有認識那個 同志方面的朋友 然後就是 隨著時代就是進步 然後這也越來越採訪 可是他們爸媽就是 還有蠻 就是他們要接受的話 也還蠻困難 所以就想來理解一下 謝謝 這位 他要介紹這個 直接 你先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翔蕉 然後我的前女友 因為宗教的關係跟我分手了 所以我還想跟他表解一下 還有那個 他家庭關係這樣子 自己的 自己的 我是怎麼介紹的 你叫什麼名字 Lysimani 那個就是因為 今天我看錯節目 然後就是 跑錯了場 路過了 那也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我站著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叫什麼名字 從哪裡來的 隨便講 沒問題 台中來的 為什麼想要來聽這個同志的議題 他叫我來 朋友叫你來 糾團的概念 哈囉 我是阿良 我是台東基地的朋友 我也是參加基地的活動習慣 這個店子我蠻喜歡的 Tender參加 大家好 我叫紀宇慈 然後我是住在大友那一邊 然後我以前有認識那種 比較上一輩的同志 比較封閉很憂鬱的朋友 有遇到那種比較靜淡 和陽光很非常open 的朋友 所以我才 就是有看到這個主題的話 我的這種差異性還蠻有 我還蠻想知道的 所以今天就來看 謝謝 那個我叫子璇 然後我是中女人社的 然後我在學校 阿松跟我媽出櫃 所以我以前來聽這個題目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童 然後我是一種神 然後就是身後有很多 就是同性的朋友 然後我想要問他 就說他們跟三一代 你跟他們一起去 大家好 我叫怡婷 然後我 我是對這部電影有興趣 我之前來因為要上班 所以我就請假 請假 然後回家去看電影 謝謝 好 我們外面都還有朋友 我們可以往裡面這邊走 這邊都有醫療通道開出來 來 可以往裡面走 沒有問題 好 大家好 我是楊偉 我是經營社工的同學 然後我來是因為 我團男生一團女生 好 很好 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今天大師 那我來這邊是因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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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看了 第四次了 對 然後今天又慕女兒來 然後順便來當名媚 謝謝 名媚 誰個名媚 有 看到誰 快點 要現場告白 我們歡迎 等一下再說 謝謝 好 等一下再說 好 大家好 我是恐恐 然後 我會來是因為 我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出櫃的問題 就是 我就這樣出櫃了 我媽還跑來跟我說 只是我 我高義就知道你出櫃了 對 然後 所以我是被出櫃的 然後 然後 現在就是 自己有點 太自在 所以 還是會想要知道 一下幫忙什麼時候 OK 大家好 我叫小豆 我是台中人 然後 我是同志 然後我也 我也 我父母親也知道我的事了 只是我想要 來這場 就是 看 我可以幫助他們什麼事情 那你台東人跑到台中 沒有沒有 我剛好在台中上課 OK 我想要這麼捧場 搭飛機來坐搓車 這樣 他叫我是台中基地志工小易 我來這邊的原因 兩個 第一個是我想看那個電影 第二個是 我身邊 我已經出櫃了 跟家人出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想看 你們怎麼幫我身邊的同志朋友 幫他出櫃這樣 不是 不是 不是真的幫他出櫃 是輔助他 他想出櫃 我輔助他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沒有沒有沒有 一些技術性用 比較調整一下 大家好 我叫Alan 我 我住在台中 對 然後 很高興才看這部片 去年我就看過了 所以再看一次 對 是很喜歡這部片 呃 所以才要再看一次 對 對 而且是跟 這麼多好朋友一起看 都很棒 對 之前是在家裡自己看的 對 所以沒有這種 這麼多人一起看的 文職電影院的效果 呃 大家好 我是小寶 我今天來 不忘記是第4次 然後 呃 基本上就是只有文院 很廣泛的 社會議題性 然後我就會 有時間的話就會盡量來 對於同心念的這個議題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最 都是很開放的態度 所以就是 呃 可能 因為我身邊的人 就是好像也沒有做太多 這樣子會 可是我覺得關於 親子溝通那件事情 真的很多人都要學識 所以我來這裡 好 這也是參加過很多次折磨 都在幾點了 都說我現在來幾次這樣 好 好 我今早 然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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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 呃 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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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페 呃 呃 呃 家庭的基因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人生跟家庭 就是最好是可以堅固 我也想堅固 然後希望可以有辦法 大家好 我是李蓉 然後我也是澤虎志工 然後今天來就是有點告別的感覺 她說告別嘛 她是我們很優秀的台中的志工 反正我真的大家喜歡這裡 然後日後真的很歡迎大家常來 大家好 我是阿瑋 我是台中人 然後也是台中基地的志工 我之前就有提過這部片 然後一直很想看 可是上一次在台中基地的時候 有事情所以沒辦法配合 所以這一次就很想來看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彤雲志 然後我也是基地工作人員 然後最近我真的想把我媽找出來基地 讓大家關我 像今天她媽她到底長怎樣 所以呢 所以現在這裡關我一下 OK 大家好 我是台中基地志工 蔣媽 大家好 你們 希望各位小朋友 給你的父母一點時間 會改善你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畢竟要讓自己的爸媽接受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你們放心 你的父母都是很愛你們的 你的媽媽一定會先放手 放心的 謝謝大家 很棒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庭 今天是陪朋友來的 路過的意思嗎 陪朋友來的 陪朋友來 好 所以本來是不想來的意思嗎 沒有不想來 是因為朋友才知道這裡 好 以後還要繼續來 大家好 我是欣慧 我 我是陪我隔壁這個來的 所以這一串都是陪的 對不對 那到底是主要是誰主揪 快點 好 你們大家好 是 主揪的人 對不對 那種是主揪那個 然後就是因為 家庭當中有同志的人 所以 我想要幫我媽媽聽聽看 他應該怎麼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我喜歡的那個 我周遭比較沒有同心點 所以我今天來了解一下這一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周遇峰嘉義 然後我是靜妮的粉絲 但是那個海文他媽 我只看了一半 因為來不及趕回家 然後同性戀他媽怎麼辦 就是因為我在女校任教 所以我就想說 比較不會有男女的 那個感情的糾紛 但是有時候在輔導同學的時候 如果女女有吵架 然後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怎麼辦 所以就是 雖然這個題目 對 我雖然不是他媽但是 就是 我想知道 就是我還是想要 幫老師要講那個 喔 講我意思 就是 其實 不只是他媽想要知道怎麼辦 而是 其實像在周遭關心 同學們 他的感情的狀況的時候 我也想知道 能夠怎麼辦 所以我來這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叫阿姨 今天來這邊 因為我自己個人有非常多的 同性戀的好友 相處了非常流暢 那也看過他們家庭很多例子 有 有十分能夠接受他自己本身是同性的 有非常能夠接受他自己本 他兒子是同性戀的媽媽 然後同時也接受他的三朋友 然後把他當成分子一樣看待家庭 那也有 也有為了想要感覺好像掩人耳目的 的朋友 然後為了 不想再讓家裡 就是再隨機他結婚 然後 真的去辦了一場婚禮 這樣子的朋友 那今天想要來多 看來看一下到底 就是其他一台是一樣的 阿姨你是學社會學嗎 不是 阿不然你怎麼都會那麼愛分類 因為我們練社會學都很愛分類 不過分類的很好很清楚 大家好我是阿虹 我是後立人 然後開心來這邊 然後我本身是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那這個議題其實一直來我也滿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曾經被同性告過 但 我覺得那時候我就發現 我好像還是喜歡異性這樣子 但是我很想知道 因為同性戀他周遭的 到底是怎麼看法 對 感謝大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易寶 玉書的易寶 因為我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家有個同性戀他媽 然後他就派他的女兒來這裡 幫他聽一下 然後順便回應講 媽就要來帶一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說這是一個過程 然後呢 呃 eventually他 這個會是一個愛的大結局這樣子 而且剛才也回應了 前面那個朋友 他說 他跟他女朋友用宗教的原因分手 我老陸也是那個基督徒 所以我覺得他都是 他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教會那個 目的者是支持了 所以如果還不知道的話 可以聽一聽跟連結一下 謝謝 嗨大家好 我是好辦第一屆的實習現場處 然後 對 我覺得這個 我一題很有趣 然後這是一個問句 所以我想知道答案 對 就來這裡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 一定要得到什麼答案 對 可以 就是可以多思索 自己得到 謝謝 呃 然後 然後 就是 就是 家庭的這一塊 真的是 接觸蠻多 聽到很多 就這樣子 本來 好好的事情 就毀掉了 然後 然後 因為家裡也有人是 同性戀 所以我想要來了解一下說 遇到這個事情 你要如何去處理 謝謝 呃 呃 大哥好 我叫王遠 呃 我不是同志 可是 我有滿多朋友 是同志的 然後 因為 我爸媽都會知道 就是 喔那個誰誰誰 然後 其實是同志 然後 然後 是女生 他說那他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我爸有一次就 以忠心常問我說 為什麼 你男生的朋友 都有女朋友 女生的朋友 也都有女朋友啊 就是 對 我覺得 除了就是 同志的父母親之外 有一些異性的 父母親的那個態度 也是 你要什麼 就是像所謂 機會教育一下 就是家人 有時候 他們就是 也是一樣啊 跟異性戀人 就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 我覺得 從異性戀的長輩 然後來看 同志 這塊也蠻有趣的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谷 台北人 在台中工作 他本身自己家庭 沒有什麼出櫃的問題 大概跟前女友 因為 他們家激烈反對 然後分手 所以 呃 對這個議題本來就很關注 所以想要來這邊 就是 參與整個活動 大家好 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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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參加折舞的活動 然後也是 第一次進來 好辦這個空間 然後 這個 這部電影 我也沒有看過 所以 就是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樣 我們外面 我們外面好像還有一些朋友 可以往裡面移動 往這邊方向移動 如果 外面擠不進來的話 對對對 我們這邊有個通道 可以往裡面移動 好 繼續 大家好 我叫皮特 台中巨人 我是 台中記憶的朋友 那 對於這部電影 我覺得滿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今天過來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好 我來自公園 剛剛參加公民經濟會議 就是這個活動 就是過來參加 那過去對這些 這位問題都 都很積極的參加 以及認識 那我覺得 很希望 在下個會議期 作用人家法案 能夠再去法院通過 謝謝 很棒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法案 可以趕快通過 大家好 我是楊天 我是台中基地的實習生 那我現在 大三生大四 讀心靈氣 我自己不太知道 我到底有沒有出過這個議題 不過我想說 我還是先聽我爸媽聽一下 好了 免得到時候 預防生育治療嗎 他們雖然不會心臟病發 可是我怕他們的糖尿病 對 不要放棄資料 不要放棄資料 嗨 我是小魚 然後 我是依西佩直同志 我是台中基地的工作人員 大家好 我是真飛 我是基地的工作人員 也是因為他幸福的醫生 大家好 我是佩晨 然後我本身是社工 然後我工作是在那個 台中市這邊 服務高高團 青少年 然後經會過來 是多了解 然後 就是多了解 一些不同的訊息 謝謝 我是老直女 那我 我關心這個議題是因為 我支持多元成家的時候 然後被很多的奇怪的眼光對待 所以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只是支持 我沒有持任何反對 的態度 但是既然這樣說出我支持多元成家 然後我就被很多的朋友 拒疑 所以我想要來看看 那因為像你剛才我看到這齣戲 我覺得很好 那謝謝大長 其實我們哲五 我們哲五其實我們 常在討論的一些議題 都是比如說叫做少數的議題 那也沒關係 因為雖然我們是少數 可是我們當我們聚集的一群 少數的寂寞的靈魂 在這個空間的時候 這個之後散發出去的力量 也很恐怖的 所以我們可以至少一群寂寞的靈魂 先在這裡聚集 然後討論說 我們的行動方真是什麼 之後我們就可以更有力 同胞腰團結 大家好 我是文房 就是我在其他的地方 受了聽到 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的 對於關於防治的態度 那我會覺得蠻受刺激的 因為我今天一定要過來往 一次親身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KD 那一直很想要看這部戲 只是每次公視播的時候 我爸都在看正論階 所以今天知道這裡有在播的時候 就很開心 然後就來參加 謝謝大家 以後這樣的話不要看正論階 來折舞就好了 對不對 好 大家好 我叫小萬 對這個議題滿有興趣的 來過來看看 大家好 我也是對這個議題 還有那個片子沒有興趣的 那之前只是在電視上看過 還沒有來參加那個 這個片子的做談會 那今天剛好有 所以就是來 下次來補參加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那個美利森 那我自己本身是雙性戀者 那我們家有一個很棒的媽媽 她其實她很早就知道我的性相 那原本今天她要跟我一起過來 不過她後來有點卡到 就她時間上有點卡到 那我們現在問題是面對我爸爸 就是我爸爸她其實對於 同性戀這部分 像今天我們還有試探性的問她說 欸我晚上有這樣一個活動 妳要不要一起過來 結果我爸爸還是就是 那個臉色就有點凝重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想說 要怎麼跟我媽一起聯合起來 對付我爸 對 謝謝 大家好我是 直軒 那我自己本身 是 然後我也跟我媽講過 但是我媽她其實 從我姐那邊聽來 是我媽好像 不是很能接受這樣 所以我就來聽聽看 該怎麼辦 謝謝 大家好我是阿伯 我是一名社工 那今天會來是因為很久沒來 對 很久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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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一樣 好嗨喔 我叫瓜牛 然後其實今天是被朋友揪過來 可是我自己本身也對 這個 這個議題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 我爸也算是蠻古板的一個 一個男人 然後每次跟他講這議題 我都被嗆 我想說 聽完之後 吸收帶一見看 就是給我嗆回去 所以是來這裡 可以搜尋那個戰略的 就對了 來收集 怎麼更加讚的戰略 不然他每次都 就是 都講不贏他 這個蠻不爽的 好 這樣也是可以 大家好我是安東 安全的安東 甜的東 然後我今年是 台北大學法律系 一年級的新生 欸 跟妳一樣耶 同學的秀琳 你好 李宗勇會 是不是沒來 我沒來 我找到妳 好 然後 我本身是雙性戀 我交過男朋友 也交過女朋友 然後 對於 我的父母對於這一塊 非常的 矛盾 就是 對於男朋友 他們不管是多差的對象 因為我不太會挑對象 不管是多差的對象 他們都可以欣然接受 但是對於我的女朋友 他們會用一些比較難聽的字 對 還有態度上位 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 這也是 我前天有 看過這部片 她非常的喜歡 她剛剛還在Line 我跟我說 妳到現場了嗎 妳到現場了嗎 然後就看直播說 喔靠也太多人了吧 對 因為她現在今天 不在台中 就沒有辦法到現場 對 然後我另外有一個 活動的訊息 就是 在明天下午 就是星期六下午 在點咖啡 有一個貓咪送養的活動 因為我本身有在做中途 然後有三隻小貓 就是在求包養 這樣子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 明天下午來 求包養 或暖床 好棒的概念 貓養 好 然後明天下午的兩點到四點鐘 然後在點咖啡 對 大家可以來看看 有興趣或是有 想要找一隻貓來陪伴的話 歡迎大家來 可以來找我玩 也可以來喝個咖啡 吃個東西 這樣子 謝謝 好 很好 好 還可以找到南學 各位好 我是小白 我是東海大學 中文系的老師 今天很有興趣的責務 還有興趣這個議題 那 我有在台北大學見課 可能會教到你們的大眾 好 好 遠遠都可以不上千的 最重要是我要來了解 他媽的心情 會怎麼辦 對 這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謝謝各位 老師 我也是東海畢業的 真的嗎 我也是 你也是 社會系 社公司 社公司 大家好 我叫阿比 然後 我其實是 昨天 在上班 就是 恰伴到一點半的時候 滑手機看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想說 哇這什麼東西 然後 因為 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上過很多 相關 就是 同性念的課程 這個 我們大學有開這樣課 課程選修 然後 其實 對量議題聽了很多 然後是第一次聽到比較講 關於 就是比較家長的方面 然後 我本人是對於 因為 因為其實我爸媽算是 蠻辛難接觸的 就是統治這件事情 可是 因為他還不知道 家裡還有一個人也是統治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要再多多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沒辦法衝擊 有兩個的時候 那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預防生育治療的概念 對 大家好 我是T大一 現在在農事所 長兩個 半運動 那個 我已經來只問好幾次了 今天是 第六次吧 謝謝大家 集合六點 我們跟那個 77元 收集HelloT點數不太一樣 我沒有給獎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清哲 然後我也是 台南人 然後我等一下在台中 自己在意 然後 後來聽這個 是因為 我 五月份的時候 幫他出櫃 然後 他們一開始還蠻難接受 可是好像 比較 對自己的認同還蠻 確定的 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他們的心情 好像比較沒辦法理解 這樣子 所以就想要來 聽這個故事 這樣子 對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Sinden 我也是東海大學社工系畢業的 學弟的 對 這裡很多東海人 我自己是台中的 然後現在在家裡的陶石共產工作 然後關於統治這個議題的話 我有很多高中同學 因為我念一週的 所以很多同學 社團朋友都是同事 就是這樣 然後 呃 我也跟我爸媽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我不是同事 他就說 假如我試的話 他也心難接受 呵呵 他還是這樣 呃 我叫阿諾 然後是台中基地的次貢 然後也是一名少數練的 然後 我最近在思考出櫃的 出櫃的 出櫃的事這樣 然後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時候到了 對啊 想說還挺一下吧 開始 時候還沒到 以為還會十秒鐘 很夠 呃 大家好我是律星 然後我會來很多次 謝謝 後面開始 大家好我是黃之文 呃 我跟就是 我很多朋友 可能是同經理人 對 然後就是我跟他們相處得很好 對 對 那我對這個議題沒有什麼 謝謝 還有沒有人 沒自我介紹到的 有嗎 不用客氣啊 麥克風滴過去就直接講 十秒鐘快點 來 簡單介紹 你是誰 你是誰啊 那為什麼要參加 今天這場同事這個議題的討論 嗯 大家好我是基地的工作人員 起山也可以叫我粉粉 那基地是一個社福單位 然後同時也有在營運社區中 請歡迎大家今天 呃 之後有機會可以過來基地走走 好我們也歡迎大家 齁 如果有各自屬於不同的NGO團體 也來介紹你的NGO團體 鼓勵大家去參與你們的團體 喔 大家好 我是在這個空間的呃 呃 老闆娘 哈哈 老闆的老闆娘 是家園 然後就是很開心的,我又到了這個盛況,就是爆滿的盛況 然後因為很多今天朋友是第一次來,那我就稍微介紹一下好辦 就是好辦是從去年11月到現在的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我們其實除了做,共同工作空間的意思是說 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辦公空間給一些個人工作者,甚至創業團隊 那好辦其實除了在做這一塊也關注很多的 就是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社會創新的集訊品牌,因為台中實在太平津了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我們所在這地方就成其實有很多的問題跟沒落狀況 所以我們其實特別選在這地方是希望用一些年限的創意跟在地陪地的資源的角度去做一些就成的事情 所以呢,那廣告下活動好了,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跟就成有關的活動 叫做生活在就成的30天,然後我們有一個看護 就是我們有一個看護就是大家如果對於這個活動有興趣,你想更探索這個地方的話 就更歡迎大家小流的支持一下我們 因為實在是也是自投愛包來做這件事情 那最近的一次活動是在這個禮拜天,下午3點到6點 在綠川沿岸有一個綠川市集 那我們邀請中市的一些在地的店家以及這些社會創新的團隊 像你們今天看到的這邊的攝影展,它是一個女生在座的這個團隊 它就是拍攝中途鋪,然後協助他們做送養的一個計畫 那還有很多的團隊像你們隔壁看到的庶人的彩繪,前進空間的這個計畫 來,這個看護,來,要多少錢? 剛剛沒有介紹一下,做了這麼精美的看護 30塊 有不小心跑錯是不好意思,因為我們就誤把那個職務的兩場活動給 沒關係 還有送貼紙 所以這個看護做的很精緻,然後可以認識舊城區的台中 然後給多捧場 謝謝,然後再講一下跟這個藝腿關機嗎? 好,要要,當然要 快點 我覺得這個藝腿很重要,因為有機器很重要的活動 所以就想要再來用這部的電影,然後跟大家跟上去聽到更多的 對,就這樣 好,OK,佩琪 我嗎? 但我秒數已經給她了 好,那你剛剛五秒鐘告訴大家,你是 我是佩琪,然後我跟她不是一對 但她們是一個好夥伴的關係 對 多遠成家嘛,對吧 然後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禮拜天的綠川市集 我們真的會在綠川的旁邊,會有一個小小的市集 那大家可以來重新認識這個舊城的綠川 謝謝大家 好,創業的好夥伴也很好啊 對,大家好,我是欣萍 我是從香港來的,然後現在是好辦的學習店長 然後對於這個話題的話,我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是整個 所以我在後面也有偷偷打聽 好,OK 香港朋友 大家好,我是宇晨,然後只有志工 然後因為看過那個HELLO TAMA這部影片 所以很想要來聽聽那個導演跟製片這邊的分享,謝謝 還有嗎?還有誰沒介紹到? 好,介紹一下 您是 對 十秒鐘 我是 然後是對這部影片有視頻 然後身旁也有朋友是 通知 然後睡醒的 過來到這裡一下 謝謝 好 還沒有人,沒介紹到要自我介紹的 來,一扁一扁 有名字我介紹到的 來,來 不要走 留下來 我是NACO 你哪裡人? 我台中人 然後我是高第一、日文系 高第一是什麼? 高雄高第一 然後 我希望大家支持1150號法案 然後 我也希望台中的市長候選人可以比照 黃光源市長的同志證件 謝謝 好 他說到台中市長 我們 預告一下 大家有通過市長給問嗎? 我們要在台中舉辦 台中市長給問嗎? 所以到時候也歡迎大家 如果針對 比如說同志的議題的話 到時候我們網站架設好 你可以上網來 針對你有興趣的話題 然後針對這些議題來提問 大家好 我是之前畢業於東環大學社會系 然後對這個議題非常感興趣 那 基本上 我是覺得同志 對 就是 沒有什麼好反對 對 好,這就是我家法 然後 可能會不成熟 然後或許是有點天真 但是 就比如說愛情好了 愛情最重要是兩人在一起 不管他男生還是女生或女女 那都沒差 對 好,謝謝 大家好,我叫我憑著吐 怎麼樣 為什麼要來 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場討論 我都憑我關心 朋友關心 嗨,大家好 我是阿朗 然後我是終於畢業 然後我現在就讀北大 好,好,好 然後我是雙系列 然後在家裡 你會跟爸媽討論這個議題 就是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說 可能都沒有什麼困難 可是我很多朋友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就很想 就是可以了解一下說 是每個家庭不一樣的問題 大家好,我是阿朗 我大學剛畢業 然後 我第一次被我媽抓到時來高二 然後當時抓到時候 一哭二鬧成功 他也太恐怕 可是到了我大處的時候 他開始願意跟我開口談 所以這中間花了五年的時間 他才有那麼一點的軟化 所以希望正常大家是一代的問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太多人 我是太多人 然後 我現在在念教育的六種 那 因為念著科系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最怕的就是 沒有學生 對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說 呃 我今天跟少子話沒有關係 OK 好 然後另外呢 我跟同性戀的接觸呢 大概是 我大概 一二十年前 我有認識 同性戀的朋友 然後我自己也曾經 在二十出多歲的時候 上天影院被騷擾過 對 所以我有被騷擾的經驗 OK 然後 其實我一直很懷疑 我認識的有一位 男同性戀 男同性戀 他可能是雙性戀 因為後來我發現 他對女生好像也有興趣 可是他告訴我他是男同性戀 所以 呃 好 反正就是 在我生活中以前有接觸過啦 那但是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朋友 那剛好今天這個議題呢 呃 跟我以前的經歷 有點關係 最後要好好來聽聽看 現在呢 呃 年輕一代的 那個 這個 跟以前的有什麼 差異 OK 不要這樣 好齁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喔 不是一個非黑幾百的世界 它是一個彩色的世界 喔 有彩虹的世界 所以 當然在性別上的 各種取向就有很多 那 雖然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個 同事議題 我想大家剛剛都 稍微各自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 可是大家 有一些人已經看過影片 也有點太美 那 可是其實今天主角還是放在我們這些 呃 我們主持人跟導演身上 所以我待會就是把時間 就交給我們主持人興趣 那 我跟導演其實 認識很久 他還在學生的時候就認識 主持人 那個 剛剛開場說他跟導演認識很久 結果走出來是我 我就是有點怕 各位好我是信泉 那 嗯 信泉上面你們看得到那個名字 那 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我是主持人嘛 所以 不夠介紹 那 同時我在想說 今天我們時間其實非常地有限 影片都會剪掉三十分鐘左右 那 嗯 等一下我會請那個 導演跟製片跟你們說一下 影片裡面 你們可能要注意哪些東西 是 等下我們討論的時候會用到的 那 首先我可能會先給一個回應 因為我 剛剛聽到很多人說 你們今天來很想要知道說 怎麼出櫃 家人出櫃怎麼辦 我要怎麼幫忙安撫 或者是我想要出櫃 會不會安全地降落 所以 大家 就是今天我們只有兩個小時齁 就是 不要期待太高 出櫃是一輩子的事情 嗯 曾經我記得 我忘記是哪一個同志女人 她說 她只見就是出櫃了二十年之後 她還是不斷地在出櫃 就是這是一個一輩子的議題 就像愛也是一個一輩子的議題一樣 她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所以 當然 如果說大家都有這樣子的需要的話 我想 會跟大家說 經歷在從九月份開始 每個月都會有一場 同志跟父母親的故事的分享 我會邀請父母親 帶著他們的故事來這邊 做很多的分享 那同時 那同時 我昨天 我昨天 欸 對不起 再多留一點時間 我昨天去 去 去參加了一場會議 但當然這個會議的內容 其實並不是重點 他在講心意報議的 在場有很多很多資深的社工 跟社工的督導 那他們就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 遇到同志的時候 我不曉得怎麼服務 因為 我不懂他們的故事 我沒有參加過他們的生活 所以我都很害怕 會 傷害了同志 你們聽起來 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 說什麼同志 如果被家暴的話 家暴的專業 好像就失靈了 那 後來 呃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同志的生活 對很多人來講 都是一個 名 都很模糊 那 也包括說 在座各位 你們可能也會對別人的生活 我感到非常的好奇 因為別人的生活長怎樣不知道 我在這裡我要說的是 這個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哲學喔 就是 有一句話大家一定要記得 沒有一個人 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 另外一個人 他 從生命一開始到後來 所有的樣貌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即便今天我們提供了一些材料給大家 你們可能可以看到 一個 一個女兒怎麼跟他媽媽出櫃 他們怎麼互動 但是這不代表說 這些故事 它就是 它就是一種模式 它就必然是這樣 因為我在做同事運動 這麼短的時間 可能會發現到 一件事情 同事運動在做的 叫做多遠 回到 回到一種 就是 世界沒有存在任何一種規則 你們沒有去看 Luf Luf 然後一下子 一下子常常講 Luf 然後那次就卡住 對不起 他就會講說 一加一不等於二嘛 然後就 有時候 頭會被打大我感覺 會不會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未來也會開始出現 一加一不等於二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這對我們來講 它都只是一種語譽而已 它來告訴我們說 人跟人的關係 它可以各種各樣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樣子 你現在這一分鐘 跟下一分鐘 你就是不一樣 這些多元 它都存在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則況我們跟另外一個人 有關係的時候 不講太多了 那個 我要介紹導演跟製片 要一起來嗎 還是你們要特別 特別 那我先介紹導演 敬寧 我的現實就是 我對導演了解不多 所以我要讓自己來 其實首先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看到有這麼多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每次我們到每一場的那個 放映 然後或者是說 不管是放映過程 或是那個座談 其實 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收穫很大的 因為原因是 就是我們片已經拍了 你知道 就是它就是這樣子了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 我們想要講的東西 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 都已經在裡面 可是 這有點像是說 一個小孩 他被生下來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 它是怎麼樣被看待 或是它是怎麼樣被看見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本來也是 就是我們想要去 就是 藉由這部片 去跟大家交流的地方 所以就是 等一下影片放完之後 會有一些時間 就是我們跟幸全的 的一些座談 或者是說 就是大家有一些提問 那我真的很歡迎大家 跟我們分享 就是你看完的想法 那我覺得其實剛剛 剛剛其實我覺得 在聽大家 在自我介紹過程當中 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個感觸 就是 不管到什麼地方去 大家都會很想要知道 一件事 就是 要怎麼出軌 有沒有出軌的例子 有沒有必殺技 對 就是真的是 每一場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非常有趣 但我覺得這也代表一件事 就是 大家其實都會有 對於這件事情的 不管是隱憂 或者是 現在進行式的困擾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必然的 也許 因為你不管是你是有 這樣子的問題 或是你有這樣的擔心 或是你身邊的朋友 或是你的親戀 有這樣的困擾 才會過來 那 我想坦白跟大家說 就是 這件事情 像剛剛幸全也有聽到 就是 我覺得出軌它是一個 也許對大家來說 它是一個很辛苦 或者是有些人是很容易的 就是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可是 其實就是因為是這樣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所以其實 就像我們拍這部片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敲門磚 它並不是一個 可以真正完全被複製的一個方式 那至於怎麼樣的 就是怎麼樣才是真正有用的呢 其實說真的無言指導 物別在找 然後我覺得每一次的座談 對每一次的討論 我覺得都是一個在找尋的過程 所以我們真的很歡迎 就是大家在之後 可以跟我們做討論 謝謝 對 答應 答應答應 答應答應 就是呢 其他大家留意哪個部分 還是就是各自 改靠來 留意哪個部分 我覺得 呃 大家自己來好了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開放一點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其他 因為其實我相信一件事啊 我覺得 電影這個東西啊 它雖然 我們話是這麼說 可是 你不 因為觀眾是會繼續填空的 即使我什麼都不說 可是就像 我們擺了一個印象在上面 你還是我有一個自己的解讀 對 那我覺得這個解讀 它本來可能就是你現在的 你可能是你曾經經歷過的一個體驗 或者是你現在心中的一個困惑 跟我們想法 對 那我覺得 就是說等一下 就是你 如果你願意就是跟我們分享這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 也許它會是一個很有趣的找個過程 好喔 謝謝 我剛剛在月初的時候 月初的時候 他們就在問我 找我討論這場活動 然後我就說 這場活動其實根本就不需要主持人 那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 制片本人就是 話就停不了 然後直接交給他就好 換一支店 邱玲 謝謝 對 今天人好多 謝謝大家 簡單說事情是這樣子的 其實呢 30分鐘 大家一定會想像 你人生裡面30分鐘 大家可能就是 中午吃飯 午餐時間 我就算什麼 真的東西真的非常妙的吧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當初在座的時候的設計 它其實就真的是一個入門專 我們本來原本最重要的TA其實是 不是在座的各位 這就唯一符合 就是我們當初做前座TA的人是講媽 對 我們想要做給的其實是媽媽看的觀點 所以 我其實有 我是要先打魚房真心 我們曾經其實我有遇過 同志朋友看到人 就非常被送的罵我 就一直是說 你為什麼拍個這麼膚淺的東西 然後我們想要很久 我說 可是你媽真的不知道啊 對 對 我們的觀點其實 就這麼那麼簡單 對 所以我們希望等下大家看來說 請放向你心中 所有對於這件事情的了解 基地 你要把它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 所以你從來沒有接觸過這議題的人 然後來看這件事情 對 這是一個前提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等一下我們片子播完之後啊 市場的工作人員會幫我們發他去一個問卷 那這個問卷的話其實是這樣子的 因為在我們播映之後 其實一直有觀眾有反應 希望說這個片子 其實我本來已經就是射成了鐵的 因為這個片子真的太痛苦了 我決定我再也不要拍這樣的題材了 可是因為一直有觀眾 不管是爸、媽媽、小朋友 就是 有誰人希望做影集的人 不一定的 對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見 以及大家的一些想法 那個背後面有四分之一的口白頁 如果你不好意思提問的人 你也可以寫在上面 我每一頁都會很認真的看 對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大家都寫是好評 就是好 希望說你再拍一部 你就會再拍一部的意思 對嗎 當然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其實 好啦 我跟你講來說 我前陣子真的因為 我在一個地方播映的時候 聽到了一個老gay的故事 有認真想的 是不是要來拍一下 然後就不小心 就開始跟老gay們 開始約會 開始聽他們的 欸 我說真的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那些五六十歲老gay的人 是怎麼播好精彩喔 對這個就算 然後我說會要去 他們就說 可是女孩子不能進去 果然是第一次覺得 記事女生真討厭 對 但這不是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經由大家更多不同的想法 刺激 因為其實實際上 影視它只是表達一種方法 也許我們收集到某些題材 在這個階段它不適合用影視 我們也許可能可以找文學的 可以找漫畫的 找不同的形式 把它呈現出來 但我們最需要知道的其實是 大家需要什麼 我們會拍這個東西的原因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 一定是因為我們身邊的人有需求 因為這是一個接下來的長片 像順口又一樣的故事 所以我就先不要講了 對 但是我希望是說 我們可以 均有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就是大家看了影片 你知道我們想了什麼了 也請告訴我們 你在想什麼 我們未來才有機會 把這樣的東西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 所以我可以挑你們 還是提醒你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你們寫不好 如果你們寫不好 他就不會再拍了 沒有沒有 其實大家還是被寫不好 因為說實話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很清楚 我知道的 就是我們真的是年輕 或是經驗其實還不那麼夠的創作者 在每一個故事裡面 他一定有一些的瑕疵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看了覺得說 幹 騙人啦 謝謝 我覺得是中槍可以不用講 我是真的 好 OK 就是這樣子 我想邱雲再講完就是說 就是如同我們很多在場 各位剛剛開頭的一句話 就說我是同事 我想同事的議題 他其實都在告訴我們說 人生要怎麼樣勇敢的去面對 都最原始最坦誠最完整的樣貌 所以等一下你們在寫的時候 也請你們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寫 好 我們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確認一下 你們有沒有一定要上洗手間 有沒有需要燒動的三分鐘 沒有的話我們就要開始喔 倒退 你們對 謝謝